率领非洲领导 当地时间6月16日 由南非、赞比亚、塞内加尔、埃及、科摩罗和刚果共和国领导人组成的非洲和平代表团 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听取了乌克兰国防部简报 当天南非总统西里尔拉玛·弗萨率领非洲领导人代表团 从波兰城火车抵达基辅 但他的随行人员自15日晚上以来 仍被扣留在波兰的华沙肖邦机场 据此前报道 南非军方租用的一架南非航空公司包机人员 无法在华沙机场下机 里面运送的是南非总统的安保人员和记者 由于安保人员携带有武器装备 波兰方面要求有原始文件 副本不行 禁止人员下机 西里尔拉玛·弗萨安全负责人莫利罗德少将说 波兰政府正在破坏南非总统的安全 指责波兰当局拖延战术 迎合地缘政治舞台 由于担心被没收 从飞机上卸下的货物已被装毁 据悉安保人员和记者 已在飞机内待了超24小时 目前还没有来自波兰当局的官方消息 也没有机枪表明 飞机核实或是否会离开 这个波兰呢 可以说世界上最恨俄罗斯的国家之一 那么这些个非洲的国家的人呢 看那个赞米亚呀 什么埃及呀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那些个偷渡的人 貌似偷渡的人呢 和这些个国家的名字 好像挨得很近 凡是这样的国家 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冒死在偷渡 这个国家好像就和 就和大毛子走的比较 走的比较近 也就是和凡是和大毛子国家 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国家 他的国民都要冒死偷渡 看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很像 也就是贪污啊 腐败啊 集权啊 专制都是这样的国家 音色破蓝的可能是不客气 对他们 看不起他们 我想可能这是背景 那他们根本不可能可以调停 这个所谓的战争 为什么还要去呢 可能想从俄罗斯身上挂点油吧 还是俄罗斯老百姓倒霉 我觉得 也就是这样子 有件事吧 从乌克兰和波兰身上 肯定挂不到油啊 波兰的这样对他们 非常比